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,军事和工业实力也令人称叹。在这条艰辛的强国之路上,有无数令人敬佩的国人,为祖国默默奉献,其中不乏众多出色的女性,她们细致又严谨,坚韧而强大,为中国的科学事业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其中就有三个有着杰出贡献,令人敬佩的女人,她们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,同时,她们还是美国最怕的三位金国英雄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谈点这三位,金国不让虚没的杰出科学家。 第一位就是在芯片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黄令医院士。 众所周知,计算机芯片技术,一直是中国的弱点,美韩两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芯片市场,每年我国都要花大量资金,从美国进口芯片,为了摆脱芯片受制于人的局面。 2002年66岁的黄令医院士,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,参与中国龙心项目的研发。 此后十几年时间里,两并花白的黄令医院士,为中国芯片的制造呕心沥血,废寂了年华,终于成功研制了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枚芯片。 自此之后,中国芯片终于能实现自己自足,不再依赖于美国。 第二位是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,她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,年轻的时候,曾跟着居里夫人学习,回国后为祖国的核事业默默奉献,她的一生过得十分艰苦,但是祖国核事业的进步离不开她的功劳。 同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,就是前三强的夫人,前三强想必大家如雷贯耳了,中国原子弹之父,他们夫妻对于中国核武器设备的贡献,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 第三位是著名的激光武器学家侯敬,她率领团队积极研发激光武器,使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上取得巨大成就,依据跃进了国际前列。 侯敬在激光武器领域建立的丰功美技,令人钦佩不已,美国媒体甚至称她是比核弹还厉害的女人。 时至今日中国在各项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,强国之路,任重道远,这些默默奉献的金国英雄,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。 从建国到现在,中国只走了几十年的发展道路,却比别人发展几百年还要快,仿佛脱胎换骨一般,一跃就成为世界大国,在国际舞台上,发挥着重要的顶梁柱作用。 而这一切,除了有朴实的人民,英明的领导人,纪律严明的军人,还有那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们,而今天要讲的就是三位默默燃烧自己,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中国的科学家。 第一位,中国原子能创始人前三强。 1913年,前三强在清华大学毕业,四年,抗战爆发,本想留学法国的前三强,执意要留在祖国给国家做贡献。 不过,他的恩师劝导,他去国外学得更多,未来更好的报效国家。 而在恩师的苦心劝导下,前三强前往法国留学,从而结识了大科学家居李夫人,还得到他的悉心指导。 待到新中国成立时,本来在法国前途无限的他,立刻动身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。 除了原子能的事业,他也是两弹一星的功勋。 第二位,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。 黄旭华,一个近些年才走进人们事业的伟大科学家。 他是当时无愧的中国核潜艇之父,因为有他当任核潜艇总工程师,在核潜艇这方面非常薄弱的中国,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研发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。 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,黄旭华每次都是身先士族,自己先下水涉嫌。 为了中国的海军事业,这位老人在一座孤岛上,一待就是三十年,自古中校不能两全,为了国家,他连老父亲去世都没有回家,只是默默背负着不孝的骂名。 第三位,两弹一星钱学森。 说起钱学森,我们可以从美国方面对他的态度,就能知道他有多么厉害了。 钱学森一开始是在美国当任教授,但在美好的环境,也影响他那颗爱国之心,他一心想回中国,为中国的科学添砖加了。 可是,美国人知道钱学森的能力有多么大,他们宁愿把钱学森这个科学家杀害了,也不希望钱学森回国,为此,美国人关押了钱学森整整五年。 只是,美国人的精神禁锢,终究无法束缚住钱学森,历经艰难险阻才回国的他,带领中国人创造了两弹一星。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,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,除了他们,中国还有无数默默在岗位在奉献自我,却默默无名的科学家们,因为有他们的存在,我们今天才能如此幸福,才能如此自豪的说,我们是中国人。 在世界现代史上,出现了不少的伟大的国家领袖,根据他们对本国和世界的影响力进行排名,总结一下世界现代史上,十位最伟大的杰出领袖。 第十,穆斯塔法凯默尔阿塔土克。穆斯塔法凯默尔阿塔第二克,土耳其军官、改革家、作家和领导人,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,被誉为现代土耳其的召见者。 入选原因,对于土耳其的影响巨大,至今在土耳其,无论哪个党派执政,都宣称自己是凯默尔的继承者。 纵观近现代中东地区的历史,也没有任何一个能与其比肩的人物。 第九,铁托。约瑟普布洛兹铁托,国际共产主义战士,南斯拉夫政治家,革命家,军事家,外交家。 入选理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,赢得国家独立立下了汉马功劳,战后推行不结盟运动,反对苏联的干涉。 在二十世纪反对霸权主义,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方面,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,铁托拒绝采用苏联的中央集权政府。 第八,斯大林。约瑟夫维萨利奥诺维奇斯大林,原姓朱加什维利,格鲁吉亚人,前苏联政治家。 入选原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,被称为钢铁巨人。 第七,罗斯福。傅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第32任总统,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第四届任七位马的总统,美国迄今为止再任时间最长的总统。 入选原因罗斯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,促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扩大,以待并支驱,多次联国,组织并参加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。 第六,丘吉尔。温斯顿伦纳德斯·宾塞丘吉尔,英国政治家、演说家、军事家和作家,丘吉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,对英国乃至于世界军营向深远。 若选原因,丘吉尔被称之为预言家、发明家、战略家、外交家。 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做,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, 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秦州,十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,而被尊为坦克之父。 第五,甘地。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,他既是印度国父,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。 若选原因,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精神的力量、真理之路、追求真理,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,鼓舞了其他的民主运动人士如马丁路德金、马德拉。 第四,戴高勒。夏尔安德聂约瑟夫·马里戴高勒,法国军事家、政治家、外交家、作家、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。 入选原因在他总统任内,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,主张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。 第三,孙中山。 孙中山,中国政治家、医师、革命家、中华民族主义者,曾任中国国民党总理,第一任中华年国临时大总统等职,意味三民主义思想的创建者。 入选原因废除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第一人,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中国迈向新的机缘。 第二,列宁。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,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缔造者,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,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,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。 入选原因,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。 第一,毛泽东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,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、理论家。 入选原因纵观世界现代史,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,像毛主席那样,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。 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,也影响了世界。